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 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媒體人迪志維 曾大哥好 觀眾大家好 好 那麼另外是媒體人王瑞德 大家好 律師劉衛廷 劉律師 曾阿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以及媒體人陳凌玲 曾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還有腎臟科醫師洪永祥 洪醫師 陳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非常歡迎五位 凌玲好久不見了 對啊 你就穿起外雙膝了 好久以前的外雙膝了 真的喔 哇 而且還相賺的 謝謝 謝謝 好 最近有賺喔 還好 還好 是 我們今天主題是陪你到最後的人 因為這個金馬獎的影帝陳松永 我說起來 我是很欣賞這個演員 因為他演技一流的 是 他日前病逝於桃園長庚的安寧病房 享年八十歲 那麼根據週刊的調查 陳松永他身體不適而被送入急診 住院四十七天後 這個離開人世間 那他曾經親自簽署了同意書 要求不插管也不急救 那最後是由他的弟弟還有乾兒子 陪伴他走完最後一程 那不過呢 聽說陳松永過世之前 是疾病產生 那這個部分 你可不可以先請教您 在二零零六年的時候 因為陳松永今年八十歲 換句話說 就是在十五年前的時候 陳松永因為長時間的喝酒 所以呢 身體就出現了狀況 那他那個時候中風 然後半身癱瘓 送去急救 那所有的記者都 擁抱怎麼會 他平常看起來 很這個講話很紅心的 對 然後怎麼會這麼嚴重 然後出院以後呢 你知道他真的對酒對他來講 就像開水一樣 他愛喝茶 那個酒跟茶是一起喝的 所以後來呢 他二零零九年的時候 胃出血 然後白內障 一六年又摔倒肺積水 總之在他過世之前呢 他除了中風之外 有糖尿病 心臟病 腎臟病 然後胃潰瘍 白內障 肺積水 憂鬱症 對 七個病 對 這麼多個病症產生 所以他後來 他後來他覺得說 這次住院的時候 那因為經理已經住兩次院 第二次在送急診的時候 他自己就覺得說 吃到八十歲了 有夠了啦 那說真的這麼多病症產生 其實我想他一定是過很難過 因為我前陣子才 就是他還沒有發病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一次在萬華 而且他常常去萬華 那我在萬華碰到他 他就除了拐杖走得很慢 那天優力也沒有在他身邊 他就帶自己出來一下這樣子 那就是看起來就是還好 氣色還好 但是已經走路很慢了 那沒想到就聽到這個消息 八十有夠了 四位 你這四人想要換到幾歲 我沒有也問我這個問題 我說我可以換到九十歲 換到九十歲 蠻談心的 希望換到九十歲 對啊 因為七十才開始 我最起碼也要七十加二十 對啊 那我覺得你很忙 對啊 對 你告訴我哪裡 沒有 他也是要找時間去睡 不過如果像那個雍白這樣 一身病的話 全身都是病 我覺得那個可能生活 也會覺得很痛苦 然後再加上說他身邊 因為他沒有結婚 那就只有一個外傭 其實你知道十五年前 他傳出這個中風的時候 我們媒體也是很辛苦 那時候因為他住林口 那是送林口長根 那我還記得那天我職業班 那因為有消息傳出來 那有拍到 隱約拍到陳兄 躺在病床的照片 那我們的主管就說 到底有沒有 因為打給他 他其實他有接他就會跟你講 電話怎樣打就是沒有人接 結果我們就 我還記得那天很冷 我們全部的記者跑去林口的那個急診那邊 就是要去問 問他到底有沒有住院 但他後來是有請朋友出來 就是證實他就是中風了這樣 現在在吃這樣 所以他其實跟媒體的關係 他這個人是很阿沙利的 你看他愛喝酒的程度 他有一年金馬獎 他還帶酒進去喝 然後那時候引發爭議 他還覺得說我剛有去影響到別人 擁抱 人家裡面是喝水 就不能喝 他有這個事情 我以前來也是喝酒 他就是很大辣辣的個性 隨性 對 所以他那個個性很直 然後又是很江湖開口那種 所以其實瞭解他的人 都覺得他很義氣 那不了解他的人會覺得說 你是在拍什麼 對 這個陳松詠 我還沒開槍過 那是在哪裡在酒店 酒店 酒店 所以也會打 他有去打告呼球 我記得他開了一輛小march 所以我覺得他除了愛喝酒以外 我覺得他生活應該蠻節儉 我猜的 是 這樣 照理說他沒那麼有名 還現在講影帝對不對 比較親愛的開一個VMW 對不對 他開一個小march 自己一個打球 有一點 我覺得他就是有一點 獨行俠的味道 沒錯沒錯 那個甘地告訴我那個陳松詠 然後早上開槍 好 他就問說 要喝一口嗎 我要喝一口 等一下又要塞車回去 他說 他是喝九酒了 常常是高涼的 少涼的 對 他都喝威士忌 但是威士忌 那時候問我要喝一口嗎 我說你打你吧 我喝酒我就打不了 不過他要去打球 表示他也重視健康 只不過我認為他應該不只八十歲 如果他不喝酒的話 對 這是我的看法 請教一下洪醫師 因為他連金馬獎頒獎都拿酒進去 大球也拿酒 所以如果他不喝酒 是不是 我覺得陳松詠 是很壯的人 對不對 你覺得他有多久嗎 當然有可能 國人平均的壽命 女生已經到八十四歲了 那男生也有八十一歲 所以一般人平均都可以達到 這樣的年紀了 那如果以他的那個 我當然講他有很多很多的慢性病 當然慢性病一個加上去之後 我們常常說那個叫長壽基因 你如果突破一個關卡 比如說你很多慢性病 大概大概六十幾歲到七十幾歲 就一個一個發病 然後大概很少會活過八十歲 可是你活過那個八十歲那個關卡 表示這些疾病對你已經不構成影響了 然後他就可以往九十歲邁進這樣 所以很多慢性病幾乎都六十幾歲七十歲過世 跨過到八十歲其實就往長壽 那邊往那邊走 他應該要洗油漬 他不要洗油漬 這樣影響多大 其實洗油漬是腎臟一個替代療法 什麼叫他洗油漬沒有在治療油漬 就是他洗的腎臟不會好 那只是延續他的生命 就是說我已經沒有油漬了 那我可以延續多久的生命 我曾經那個有一個病人 洗了三十七年 那從四十歲洗到七十七歲 那現在我們應該說 現在應該如果你單純沒有其他的共病 我只是腎臟壞掉 你真的可以洗三十年四十年都沒問題 那當然為什麼很多洗腎病人 還是會過世跟他的潛在那個疾病 就什麼疾病造成他洗腎 他當然陳松友大哥 最常見應該是糖尿病腎病病 這是台灣最常見洗腎的原因 那糖尿病是一個我最害怕的疾病 因為他有很多病發症 包括他的中風可能跟這個有關 視網膜病變會截肢 可能沒辦法走路 神經病變 所以糖尿病是一個 台灣有兩百多萬糖尿病病患 不是只有洗腎問題 後面還有一大堆一大堆的問題 糖尤啦 糖尤破海全身 是... 瑞哥希望你多幾歲 我希望我外交 這個我太太盡情貴心 這樣就好 你們太太要一百歲 沒關係 我九十九 這樣就好 他送你就對了 不要你送他 對 沒錯 那其實我外交幾歲 我...對不起我插話 我們爸爸九十七歲 然後... 我跟爸爸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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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生活很自律 這樣 然後我說 我爸爸你不簡單 對啊 他說很多人也要活得很久 但是他說 不是你想要活得很久 對 很多人五六十歲就跑 活不到老 你知道嗎 那個要老 也不是你自己想老 就能老 對 上帝決定 剛剛本來講說 陳松元愛喝酒 這個很難講 為什麼 因為 因為他愛喝酒 所以也造成了一些 可能他自己本身有糖尿病 慢性病 他如果很愛喝酒 你都不會讓他喝 活到九十 對他來講又有什麼意義 那我舉個個故事就好 很難很難講 我有一個姊姊 他大冠 就是親家就對了 九十歲 他肺癌 因為他抽菸 抽很兇 然後後來 他那時候很嚴重的 所以送醫院 那我去看他的時候 然後他趁我姐姐出去買東西 不在的時候 跟他說 小弟 他都叫我小弟 小弟 我只有一個心願而已 我還想要吃一支 補一支粉 問題是他的病 我沒辦法 我後來想一想 我就把他輪椅推著 瞞著我姐姐 然後推到電梯到頂樓 讓他抽那一根菸 你知道嗎 他隔天過世 所以我回來跟我太太講說 讓你不要給他吃那支粉 他不會跑 不是 對啊 我如果沒有給他吃那支粉 他中生就 抱怨厲害了 他不要一直帶那支粉 他叫做沖著那支 對啊 你知道嗎 你用什麼心態去想 你知道嗎 殺人兇手 好燙就要繼續來 過暗了 五唐西亞馬祖父親 因為瑞德病友 你給他吃那支粉 對 隔天走了 隔天就走了 隔天走了 而且你讓他抽的是長壽 剛剛侯儀講也對啦 你這樣做當然是不好 就是因為他是肺癌 可是我想的是已經很久了 而且他已經躺在那邊了 講真的 他就在 他可能就在等時間而已 你不要再謝哲了啦 但是我都不敢讓我姐姐知道 我讓我姐姐知道 他一定會罵我 結果我真的讓他去抽那個煙 你看他那個享受那個 吞雲突兀那個煙有沒有 一炷香的時間 結果隔天我非常的驚訝 因為隔天他真的就走了 如果我沒有完成他心願的話 那隔天我會怎麼樣 對不對 我會永遠留意 沒有 他就來找你了啦 對啊 好 不過我覺得這個是 吳念真 昨天有去參加 這個陳松永的這個商禮 他有送他一程 那念真他講了幾件事情 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他說陳松永是有福氣的人 他說天這麼寒 還有這麼多人來他送行 真的 我們挑戰的時候 不知道幾個人來 他無妻無子無女 對不對 有朋友 第二他說他選擇走電影電視這一行 揚明立萬 於衣食無缺 這也不簡單 第三 無久不歡 還能以高壽終老 這是身體要有得到 沒得到 再來晚年有那個什麼優力 優力跟家人陪伴 他就是一個印尼外傭 陪伴 生活所居 不至於孤單 再來他說他一生瀟灑不居 重情重義 不然說到福氣 有念真也有把他黏人過 雖然人走 他說什麼呢 他說陳松永對人也有些欺騙 他說他是一個心直口快會傷害人的人 對啦 希望大家都能夠這個時候一笑 免恩仇 不要再他忌恨 再來他一生貴人很多 但是回報的不夠 這是好朋友才會說真話 對 念真也很可愛 所以他說他希望 他這裡手買錢 可以管給公益團體 回報這樣 這等一下再來請教他財產的問題 剛剛志偉要補充什麼 對啊 因為其實他就是屬於演藝圈大炮型的大哥 因為你知道我們當記者 就是一旦有什麼事情 你都知道去問誰 那個就有頭條標題了 所以為什麼那個舞蹈他會這樣講 就是我還記得有一次就是演藝工會 有辦一個歲末年中的餐會 那因為那時候那個雄爬已經是打拼了 也是雞尼殺以來 所以差不多七八年前剛剛可能那時候 Yuli才去當他的刊物的時候 那那時候就有去問一個政治方面的問題 因為那天記者也去也不知道問什麼 就看到陳松永就看到那個在這裡 大條在這裡 就去問他關於政治的問題 那個政治問題他當然陳松永可能喝了酒 講話特別大聲罵政府罵得特別厲害這樣 那當然那個新聞出來之後 就是很多人不諒解他 就覺得我們這個餐會就是一個不要講政治 不要幹嘛的 你為什麼要在這個場合去講這些事情 結果陳松永大哥 因為當然記者還會再去問他嘛 你現在被人家罵 他說這樣要喝白不去 我去那裡 你要給我問 我敢不可以說我的真心話 所以他是很真性情的人 他也不覺得說我這樣有做錯什麼 所以才會讓舞蹈這樣子講 就是他心思口快容易得罪人 不過我想請教一下這個劉律師 因為他好像有一個兄弟 還有剛兒子 兩個弟弟 兩個弟弟 兩個弟弟跟他親嗎 其實那個鄭宏 宏怡哥剛剛也講 他其實都獨來獨往 跟你那麼親 你叫我鄭宏怡這樣 就表示很親這樣 那二弟呢 因為他在這個優禮之前 他有個女助理 那我們都常常看他女助理頭髮長長的 那時候我們都以為說 他是不是這個 傭伯啊 就開始了解 是你女朋友 可是他從來都不承認 他說不是 不是 真的只是貼身的助理而已 後來才換了優禮嘛 那據說他二弟就是因為跟這個助理 有點不愉快 所以就十年的時間沒有來往 那這次的喪事基本上是三弟 還有他一個乾兒子 還有他一個好朋友 還有演藝工會一起出來 幫他協助完成他的後事 那他弟弟是被通知來的這樣 後來就大概大概就是後來知道的比較晚 所以就有點抱怨 但留下多少財產 估計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其實 雍北到後來其實很少拍戲 因為他身體不太好 他真正賺錢是靠賣玉 那他在去林口之前的吳星家 吳星街的家裡面 我有去過 他那是樓中樓 其實他那時候真的賺很多錢 樓中樓 然後在那邊 佈置得非常好多書 其實他不要看雍北 好像粗人一個 他真的念很多書 然後那邊他自己寫書法 然後玩那個玉 然後喝茶 就喝酒喝茶 然後自己還出書 就成熟有幹狗 就是把他所有的那些 臺灣的俗語什麼的 通通都寫在書裡面 那他就是因為這樣賣玉 然後房地產有一些在買賣什麼的 所以就經濟不致匱乏 但是這麼多年來他演出少 那這個經濟的關係 所以他現在後來就剩了 林口有個房子 然後還有臺灣還有一間房子 就是這樣 對 值多少錢 估計啦 估計大概四五千萬 絕對 絕對應該有 兩個加起來 對 加起來 因為這也讓我們收購一下 陳松永說我錢花不到要死 對啦 但是錢也是花不到 因為你不能玩得多好 你玩得多好 你玩得多好花掉 結果沒有死 你玩得多好花掉的孫子 也最喜歡他還有房子 他家裡的房子很大間 對 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劉律師就說 那如果假定他真的留個五千萬好了 那他還有弟弟 可是念真又認為說 給他捐公益 那這個這個弟弟有沒有權利 去爭那個財產 法律上面看起來是有 因為我們繼承的社會是這樣 第一個就是自己的太太 他沒有太太 第二個自己的小孩 沒有小孩 那第二順位是自己的父母 可能都過世了 那第三順位就會到自己的父母 那一定更過世 那第四順位到自己的兄弟姐妹 那自己的兄弟還在 所以當然是自己的兄弟是有繼承的 那就算陳松永立了遺囑 自己的兄弟還是有所謂的特留份 法律規定一定要留給這個兄弟 一小部分 那當然這個特留份 其實我們很多爭議 很多人都覺得為什麼要有特留 但不管如何 現在法律就是有 所以他的弟弟 當然還是可以來爭取 他應該得到的特留份 特留份是多少 如果正常來講 他現在有兩個弟弟 正常來講就是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 就是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可以分給兩個弟弟 對 然後一個弟弟可以分四分之一 對 就是一個弟弟正常 如果沒有利益組 是應該可以分到二分之一的因繼份 那法律保障就是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 最少 最少 我覺得一個弟弟可以分給 不對 應該要到三分之一 他法律規定 因為他是兄弟 他已經後順位了 三分之二分之一的三分之一 會變成是這樣 可能到六分之一 就會更少 因為你知道我考試數學只有十八分 我們都零分 我不是洪醫師醫學系 你如果說六分之一嘛 那五千萬的六分三百 三百萬 三百萬 要扣掉遺囑嗎 扣掉一些 當然遺囑會扣掉 把一些該分的扣掉 但是三百是說法律保障的 就是其實他全部五千 假設都分給別人好了 法律還是保障他有三百萬 你剛剛講的三分之一是 他有兩個弟弟為什麼是三分之一 法律的規定就是他現在兩個弟弟 所以如果特留分他的計算是以陰際分的三分之一 就是他原本如果沒有立遺囑 陰際分兩個弟弟就是各拿二分之一 各拿二分之兩千五 兩千五 對 正常是這樣 但因為他立了遺囑 所以沒有陰際分可以分 那只剩下一個特留分 那我們特留分的計算是以陰際分的三分之一 就二分之一的三分之一 所以是六分之一 兩千五百萬的三分之一 方式去做計算 他有立遺囑嗎 有 他有立遺囑 他遺囑怎麼立 他遺囑在律師那邊 但是我們大家現在唯一知道就是 他最重要是他裡面有兩百萬的台幣 要交給他的印尼優 優利兩百萬給他 全部給他 這事情還上了印尼的媒體 對啊 媒體 印尼媒體講話 對啊 千順勇真的是大好人 謝謝他對我們印尼的外用這麼好 如果是兩百萬的台幣 在印尼也算不少的錢 十億元 不過這個我們就遇到 好多這一類的公司等一下可以分享 好不好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因為現實上是這樣 說實在有時候 疼豬不一定感情那麼好 我們說實在 那如果說感情不好 那陳兄有沒有立遺囑的話 他還是可以每個人都分到二分之一 對 如果沒有立遺囑有可能會分到二分之一 那但是我們比較講說 法律上其實有一個條文 明保一個一一四五條 叫喪失繼承權 就如果說這個人在你生前對你很不好 你其實是可以表彰說 我根本不讓他繼承 直接喪失掉繼承權 那如果喪失掉繼承權 法律上面是連因繼份沒有 特留份也沒有 就什麼都沒有 只是一般人可能不了解有這個法律 所以他沒有去做這個程序 所以大部分就是死了以後 這些人還是來要遺產 但我就常常會遇到 因為我們律師常常去人家立遺囑 會來找律師立遺囑 他就是想要某一些人不拿到他的遺產 像我們遇過 不讓自己的老公拿到的 有那種不讓自己的爸爸媽媽拿到的 那當然更多不讓自己的兄弟姐妹拿到 這種都有 背後都有一些辛酸的故事 是是是 那優里為什麼陳松永對他這麼好 因為優里大家知道 照顧一個病人 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那長時間 陳松永都做 有一段時間 很長的時間他做輪椅 那你想想看 每天吃 就是吃喝拉薩睡 全部都是長時間陪著雍北 那雍北就覺得他照顧得很好 就把他當乾女兒 當女兒這樣看 那優里也很貼心 就叫雍北叫爸爸 優里叫他叫爸爸 那走到哪裡去 陳松永都帶著他去 像比如說像剛剛志偉講的這種 三臺藝人關懷精進會吃飯 優里 這我覺得他也很懂事 他把雍北帶去那邊 他就先離開 然後差不多時間到 再回來接他 不會說你一定要好像 因個雍北怎樣 對 對 那兩個真的 真的就像婦女情一樣 你知道有 其實人跟人之間緣分 我是常常覺得很難講 有時候跟我們真正好的貼身的 不見的是自己的親人 或是父母兒女這樣 所以陳松永因為也沒有小孩 優里又這麼照顧他 兩個又很合 所以就才會願意說 我最後感謝你 我兩百萬的這個遺產給你 不過這個優里可能真的是 對他不錯 有的人雖然照顧 有的人給他欺負 我都會打 會冷 頭給人家 對 虐待 那這個講到生病 瑞德 白冰冰說 有爆料外傭幫陳松永 用特殊的方法復健 這個是冰冰姐 在 幫忙洪醫師你自己跟人家 在錄影的一段空檔的時候 那因為剛好有個女明星 她弟弟發生了一個不幸 那個不幸就是 在國民黨的一個慶祝的那個現場 她躲在那桌子下 本來要製造一個什麼東西 結果沒想到乾冰 乾冰就二氧化碳對不對 結果乾冰放太久 十分鐘 她後來成了植物人 這個不幸的事情 當年非常震撼 因為這個男生他年紀很輕 正是人今的黃金歲月 對 然後後來冰冰姐 在錄影的空檔 大概講這一段 有播出來 有那個錄影把它播下來 她在開玩笑就講說 她有聽說 那是她聽說 就用刺激的方式 那刺激的方式 就是以前在一些所謂的民俗療法 在這裡要特別講 這只是傳說中的民俗療法 不是正統的醫學 那民俗療法裡面以前有說 刺激那個男性的屬氣部 還是下體等等 用這種方式 就是用刺激神經的方式 看看能不能讓她那個 重新恢復到知覺等等 那你就知道 沒有播 死馬當作活馬 醫的意思這樣 她是這樣講 講了以後她昨天講到陳松永 說陳松永 說翁伯亞對不對 好像她中風的時候 後來用這個方式 她怎麼怎麼 她說這樣 說這樣我問你記者 是不是就去問翁伯亞 對 翁伯亞就生氣了 她的故事她就生氣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呢 那麼冰冰姐在講的時候 是講說 可以這個照顧的 因為總不能出錢去找 什麼東西有的不的 應找女郎還怎麼樣 外勞怎麼樣 她講到這一點 我相信她不是故意的 她不是故意貶低 她的意思是說是好事 是說能不能刺激她 但她冰冰姐在講的時候 沒有考慮到說人的感受 為什麼呢 因為呢 翁伯亞顯然 你看她這個樣子 我對她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她演悲情成事 對吧 然後她演那根所有權 我特別把那根所有權 看了兩遍 你知道嗎 當年她演一個鹽雞的 在菜市下鹽雞 但是有跟旁邊一個小 那個女孩子很 身材性感的 瞞著她老婆又跟人家在一起 可是問題是 好像感覺上她習 就是比較晚年的時候 她對女色沒有像我們想像中的 那麼害羞就對了 然後呢 因為她跟幽黎 她又把她當作女兒一樣看待 結果呢 她就很生氣 你知道嗎 所以呢 因為她們很熟 所以她很生氣了以後 擁伯亞講了一句話說 如果白冰冰願意啊 我願意讓她做啦 你知道嗎 那就這樣子回擊過去啦 回擊過去了 又去問冰冰姐 白冰姐說 我跟她很熟 她在臉聲音 對嗎 這樣子啦 事實上 那麼根據這個周遭的 陳松永旁邊的朋友說 她是有讓Yuli摸一個地方 她的鮪魚肚 因為為什麼 就好像常常照顧我嘛 她肚子很大 對不對 那個有時候就會摸摸 這樣子摸摸摸她的肚子 這樣子那是一種 好像有點像婦女情的那種 那種親密 但是呢沒有男女之間 感覺上沒有男女之間的事情 那整個事情其實是這個樣子來啦 不過我也要特別講說 她一定沒有啦 因為第一個她身體也不好 對啦 第二個人家那個Yuli 在印尼有這樣的家 對 因為有老公有孩子 你這樣講的話不好 你知道嗎 那她可能是說建議 或怎麼樣啦 我們台灣其實有默默的 有一些人啊 有少數人啊 在做一個事情叫守天使 就是說什麼意思呢 有些男的她沒辦法接受 她的女朋友太太做這種事 守天使其實是非常了不起 一般人做不到啦 就是一些已經變成植物人 或者是腦性麻痺 或者什麼不能動 你知道嗎 他們去幫她做一些 等於說類似於手銀的 這樣的一個動作 智慧的這樣一個動作 那他們是默默的做 人數也很少不多 但是呢有些這個男朋友 或是先生可以接受 有些不能接受 她可能是 白冰冰可能是這個意思好意啦 但是呢結果沒想到去戳到了 這個陳松永的控制 那洪醫師 用守天使 是不是會讓中風的人變好 我先來講兩件事 第一個我們先從生理層面來講 他們三個都幾個空間了 比如說我們 其實我們講說很多糖尿病中風 其實你知道糖尿病神經病變 會非常嚴重的 但是有一些糖尿病的人 他手放到那個 譬如說電熱器被烤焦了 他都沒感覺 你知道嗎 那個叫他們神經是非常糟糕 血管是非常糟糕的 那就是生理層面來講 他是不是還可以做性生活 這件事 我覺得機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我們現在想說給他一些 我有個朋友中風 他真的有性需求 兩件事一個是能不能完成 一個是慾望 慾望一直都存在著 即使我們想說 銀髮族到很老的時候 你看很多爺爺還是會摸一下 年輕護士的屁股 有沒有有時候在 這個其實慾望一直存在 只是他沒有辦法完成整個過程 真的喔 對 對對對 那我們就是說他的火箭 沒有辦法起飛這樣 是是是因為你要完成 這個是一個很辛苦 必須神經跟血管循環要很好 那你像糖尿病是一個侵犯到神經 跟血管的 所以他們幾乎沒辦法勃起 火箭沒有辦法飛 但是會冒煙 但是他會想 他會想要 他會想 慾望跟能不能完成 是兩件事 一個是心理層面 就是頭腦想要 可是他能不能完成他的器官不行 那我在講 吃想飯就對了 那我們講說刺激會不會對於 我們的那些生命或什麼有幫助 其實復健就在做這件事 很論中風 我們一直要幫他做一些被動式的運動 讓他不停地刺激 這個的確是有幫助的 所以做一些 即使包括一些 我們講說按摩 你有沒有發現 其實泰式按摩是什麼 是以前他們的一個皇后中風什麼 他們後來用一些按摩之後 刺激他的全身的那些感覺 他整個就復健的非常快 這就是一個復健 全身是指 它是指全身 其實我們全身的最大的性器官 是我們的皮膚 皮膚可以感受到所有的東西 不是說只有重點器官 所以他們復健包括你做 所以所有的那些刺激來的時候 事實上的確對他的病情是有幫助 這第一點 第二個心理層面的 我剛剛講這叫做生理層面的 心理層面你知道很多 我當醫生久了之後 很多慢性 慢性病 一個慢性病就一個折磨 那七種慢性病有七種折磨 那他會有一個求生意志 那很多失去求生意志之後 他的壽命很快就不見了 那求生意志大概有兩個東西 一個叫責任未療 他小孩好小 包括醫師 你讓我再活下來 我一定要活下來 第二個是眷戀 我對這個 他生慢性病很痛苦的 但他對人生命很快樂的是 讓他眷戀抽根源很快樂 那就抽菸他會有眷戀 那我想說對女生 其實男生到老的時候 對女生這一方面還是有 是很快樂的事 如果讓他有個期盼 事實上還是有可能 八十還有嗎 其實是有的 九十 也有啊 其實一直都有 你們有九十你怎麼知道 你們有聽過一句話叫老不休嗎 其實我們現在銀髮族的這些愛情 跟那個性生活是未來 我們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 他們一直有這樣 銀髮族的愛情 對 銀髮族會當有愛情 跟有眷戀的時候 有依戀 有一個愛情的滋潤的時候 是那個什麼 三大男高音 那個帕帕落地 有沒有 帕帕落地 有沒有 他就說他其實他就是因為 經常交年輕的女朋友 他心情非常非常愉快 所以他的壽命可以延長 他都仿若活在很年輕的那個 他晚年的時候跟他老婆離婚 再娶一個新的 是 是 對 所以我這個就心理層面問題 有一個讓他想要再活下去 快樂的理由 這個是對的 那你晚年的時候會想要有 很有活力嗎 這是未來我們講說 那你需要換嗎 是 延長需要換 虛榮報生命危險上節目 這有一些在電視上 可能不方便這樣 你說好看話 但你這樣講 已經告訴我們答案了 呼之欲出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那麼這個請教一下玲玲 她陳松永沒有結婚 是 為什麼 其實雍北他四十幾歲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女朋友二十幾歲 教了一個年輕的妹妹 但是後來大概也個性不合 什麼就分手了 分手之後 他就真的 我們從來沒有看過他真正正式 有什麼緋聞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新聞 狗仔從來沒拍過他什麼 他就講說 因為他年輕的時候 大家知道他那時候 年輕的時候是七頭小孩 然後進了女藝圈之後 是開始做靈演 還有搬東西搬道具這樣 那時候沒有錢 他說那時候沒有錢 追女生 女生不理他 人到等到他有點錢的時候 又怕人家女生跟他在一起 是為了他的人呢 還是為了他的錢 那他乾脆就 反正沒有小女生會喜歡就算了 是是 那麼佩曉蘭說老公馬如龍過世後 他從來就沒有再見過陳松永了 他回憶他最後見到陳松永 是馬如龍在回診的時候 在醫院跟陳松永相遇 佩曉蘭說 當時馬如龍跟陳松永說 你來便宜 再掛一罐酒 陳松永的回話是 我現在是來到櫃台 要冷了 我剛才醫生面前 沒喝是給他面酒 這個人真的是 這個很特別的人 因為他沒有結婚 那麼沒有指示 那有一個乾兒子 請教一下林玲就是說 你這邊也有個案例 是個女性長輩 他也是有個乾兒子 是這樣 我一個長輩 我就叫她大姐 她在臺南 那年輕的時候 跟先生兩個一起打拚 那做得也還不錯 就是小生意做得也蠻好 也賺了不少錢 在臺南買了很多房子 那那個時候呢 先生可能因為操勞過度 就走了 那在他五十幾歲的時候走了 那是小孩都已經送到國外 他一兒一女都送到國外念書 那這個 我這個大姐呢 就單身 剩下一個人 剩單身了 對 對 那那時候公司要招考一個工讀生 然後就有一個小男生進來 那個小男生大學生夜間部 那長得這個是眉清目秀 文職彬彬 因為只打工嘛 家裡面也窮 那也是孤兒寡母的 所以很窮 就在那邊打工 那打工這個小男生 我這個大姐 就覺得這小男生做事蠻勤快的 也很聰明伶俐 然後開始就叫他當司機 所以有時候我們跟他見面吃飯的時候 這個小男生的車子開過來 然後幫他提東西 像儼然就是私人助理 我們就心裡 你知道邪惡的我們 心裡就想說 這也是小鄭跟莉莉的故事要上演了 然後我們就覺得說 哇 阿爺啊 如果你現在吃雞皮補肉 他就講說沒有啦 那小朋友你們不要亂講 那小朋友很乖 跟著我跟著這麼久這樣 跟著跟著 這個小男孩也畢業 大學畢業了 畢業之後呢 繼續在公司上班 當然就不是在做工讀生了嘛 就在裡面給他做一個這個企劃部的一些工作 然後開始慢慢慢慢加重他的責任 工作量 到後來呢 這個 因為這個小男孩他是獨生 就是從臺東到臺南去工作的 因為那學校在那邊 然後就一直在那邊留下來 那這個 那這個我這個阿姐 就覺得說這小男生 說真的薪水也不高 那你要租房租住什麼的 你來我家住 不得了 孤男寡女對不對 誰知道會出什麼事情 雖然我們阿姐有一點年紀 但是保持得很好 阿姐也幾歲了 那時候他差不多六十幾歲 六十幾歲 也沒有幾歲 一個才二十來歲 一個才二十來歲 頗有知識 我們想說不得了 不得了 這一住進去 會發生什麼事情 還不知道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提醒 我們的阿姐講說 這個你比較小了 這個男的 你這樣會不會引狼入室 萬一這男的對你有什麼氣圖 或是要幹嘛 或是要 你真的要小心 結果真的 後來這個經過了一段時間 我們這個男生 阿姐幫我們這個 他這個乾兒子 所謂的乾兒子 介紹了一門親事 介紹了一門親事之後 然後這個兩個就交往 就結婚了 結婚了呢 連老婆一起帶進來 跟我阿姐一起住 那我就想說阿姐你在國外 那兒子女兒難道不會講話 對 很奇怪嗎 對 阿姐講說 他們都在國外 也不回來 這個我這個乾兒子住進來 不但老婆住進來 然後在那邊生小孩 生了小孩也跟到現在 還住在一起 阿姐現在七十幾歲了 那個乾兒子跟乾媳婦 對他真的是孝順得不得了 對他非常非常好 孝順有加 那然後我們講說 他兒子女兒呢 因為認識很多年了 看媽媽這樣 他們也放心 就是一直很放心 可是重點來了 大家想的應該跟我一樣 對 那你的財產 要怎麼分配 對不對 我們有你那麼邪惡嗎 不是 邪惡限制了 我們的想像 好研究 不要被乾兒子拿走 對 重點就是 我們就開始你知道 邪惡了我們 邪惡限制我們的想像 就開始挑撥 你要小心喔 這個全家 你到時候請神容易送神難 對不對 可是到目前為止 我們一直問那個 好奇 問我們那個阿姐講說 那你那個有沒有隸屬 你那個財產 有沒有想好怎麼分配 沒有 我跟你講 我那個阿姐就講說 其實這個先不談 他講說這個兒子 這個乾兒子住進來之後 真的都是他在照顧我這個阿姐 去醫院啊 什麼大大小小的事情 真正的親生兒女都在國外 反而是跟他沒有任何血緣關係 這家人跟他一起住 所以他是很感嘆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阿姐想怎麼處理他的財產 真的是他的自由 對 他自己賺的對不對 對 人世間就是沒有辦法這樣 子女不同意 子女一定有很多想法 我們真的處理到太多 媽媽 就一樣問題啊 也常常例如說家裡長子在照顧爸爸媽媽 跟長子住 那等老了以後 那二子三子或外面女兒 他也覺得我也是你小孩啊 為什麼你什麼財產都給長子 可是要照顧的時候 沒有想到那個長子在照顧 可是要分財產的時候 想到我應該跟你一樣多啊 是是是 那你又說好那不要一樣多好了 那到底怎麼樣算公平 所以這個都是千古難解的問題 你看到這個阿姐六十幾歲 跟那個二十幾歲的小男生 有沒有什麼曖昧的情緒 真的啊 我跟你講 不管有沒有曖昧 有曖昧也好 沒曖昧也會感謝他 這種事情超級無敵多 我們手上遇到你應該這樣講 一些有錢人 他年紀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例如說行動比較沒那麼自由了 有人真的很好心的照顧他 就是說這個年輕人 或甚至比他年紀小一點 再這樣照顧他 到最後我如果是這個長輩 我的想法會怎麼樣 我是不是要謝謝他 就像這個幽默 你給他兩百萬 或者是說我送給他什麼 大部分都會這樣想 可是外面人不是這樣看 你來照顧他 是不是為了他的財產 那大家就來開戰 變成是這種狀況 不過如果阿姐 我覺得一個年輕人 聽他的話 我覺得他心情應該每天過得 比較愉快吧 當然啊 不一定有肉體關係 可是心情好 活得比較久啊 對啊 眼睛不會有業障啦 眼睛不會有業障啦 眼睛...眼睛不會有業障啦 什麼眼睛不會有業障啦 因為難... 要不要傷眼睛啦 吃雙氣補眼睛啦 我殺眼睛 我們先休息進來 我會說你現在很深耶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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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德 最近在老婆的臉書 有一個留言喔 完蛋啊 這個留言是 你能不能多花點心思 用在我身上呢 沒有啦 事實上是因為 那是在撒嬌 你知道嗎 大家誤會 你沒有撒嬌 都沒有撒嬌 因為我太太最近比較忙 因為我岳父因為生病的關係 已經住進加護病房半年了 所以我太太很忙 然後最近因為那個 就賣掉 要賣掉這個老房子 要換一個比較大的一點房子 然後也不是 也沒有比較大 就大五平這樣而已 這不公平的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賺很多錢 我們都要為了五平 要去貸款那個上千萬這樣子 不要把它弄成政論節目 我知道 我現在是在抱怨 因為我太太你看 岳父在醫院 然後我太太又是巨蟹做的 所以巨蟹名移要弄 然後兩個孩子的什麼事情 這樣子的 然後我回去的時候 看到他到了滑手機 要不然的話就在織毛線 那天我要看到他織毛線的時候 我就跟他講說 我就發覺在臉書 就寫了一句說 你能不能多留一點時間給我 那後來他有跟我講說 因為他織毛線是他 他紓壓的一種方式 可是沒有關係 那你可以讓我有 比如說每天晚上有三四個小時 可以在外面對不對 不是幹嘛 不是喝酒 我喜歡到二手書店 去這個翻舊書看看書 那是我的興趣 他又不要 他又要我回家 可是回家你又不陪我 那你找一個能陪你 你跟他一起打毛線 你覺得如何 你不是就在你 眼睛沒有業障了是嗎 那我可能就變成肉醬 你知道嗎 所以才會留下這麼一句 不過我倒是 我在我的跑新聞那個裡面 我倒是真的可以感受得到 那種晚年寂寞 我也聽過很多故事 尤其是很多農民老伯伯 我非常佩服 我有一個好朋友對不對 他們家因為這個爸爸 爸爸在當兵 所以他們家兄弟 兄弟們 從小都是隔壁那個農民老伯伯 有什麼事都找老伯伯 你知道嗎 然後都是有生病 幹什麼 錢不夠 都是老伯伯照顧他們 所以他媽媽就跟他們講 四個兄弟長大以後 一定要把老伯伯當作 自己的乾爸爸一樣 尊敬你知道嗎 那你知道我們的法律規定 農民如果在台灣沒有親屬的話 事實上他如果過世的話 他的財產是直接國家沒收 你知道嗎 今天最新的新聞有沒有看到 那個孔鏈砍 一千多萬的遺產 對不對 因為他們也是 你沒有繼承人 他也沒有繼承人 你沒有繼承人是由國家公告 他會公告 如果沒有繼承人國家 這個等於說就直接沒收了 現在沒有國家的了 可是你要知道 那後來如果你在對岸的 中國有親戚 我們也因為怕避免 有一些假照證件 對不對 那些證 那個事實上 我們有規定一個人兩百萬 但我也看過 我也看過 他在台灣沒有親戚 對岸有親戚 來了以後 鄧多阿開玩笑 跟律師鄧多阿 為什麼兩百萬 他明明有兩千萬 為什麼我只能拿兩百萬 你們這是搶劫幹什麼嗎 也會有這樣的一個事情 是 陳松永這個過世 讓我感受到 第一個就是說 大家會很關心 他的身後事如何 因為沒有人可以幫忙處理 那會不會是淒涼的 再來就是說 當他晚年的時候 病痛殘身的時候 誰來照顧他 後來是一個外傭 對不對 再來他的財產 有沒有花完 顯然財產沒有辦法花完 那不過一個人的時候 我覺得晚年是很重要的 那我想請求洪醫師 田醫公你的喜慎事 有目睹一位單身有錢的老闆娘 在臨終之前有改變 對 其實我們到最後的 那一個階段 我覺得有兩件事很重要 尤其是你已經有慢性病了 你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一個是經濟一定要好 你經濟不好會非常辛苦 第二個是關係要好 關係包括我們跟家人的關係 或有一個誰來愛你 那如果你沒有家人 到最後嘗試一個外傭 或外人進來 那要有這兩件事成立 你才會有一個幸福 快樂的一個晚年 那那個 關係要好 經濟要好 經濟要好 這兩件事 那那個我那個洗腎病人 已經沒有健康了 因為已經在洗腎了 他年輕的時候很拚 就是然後應該賺蠻多錢的 可是大概在我那邊 洗了十幾年 他每次來洗腎開了一個進口的 很豪華的車子 然後穿一個很棒的那個 明牌的衣服 然後到逢年過節 都會送醫護人員 還蠻高級的東西 所以我們覺得他經濟狀況很好 可是他一直都沒有 因為年輕的時候忙於失業 所以沒有結婚 沒有兒女 他在洗腎的時候 他還會經常出國旅遊 他還算 可是他的個性 就是蠻有一點孤傲 而且那個固執 所以常常人家只要做不對 會罵人 所以他曾經肚子有一些小中風 然後聘了一個外傭 再幫他推輪椅或什麼 把人家罵到哭 你知道嗎 就是後來那個外傭都要離開 還是逃跑了 這還好他後來慢慢又恢復 又可以自己行動 那這個我剛剛講說他的晚年我覺得蠻孤單的 我就覺得他經濟很好 但是蠻孤單的 直到有一天他隔壁床來另外一個 我把他叫做好脾氣媽媽 是一個媽媽 然後很有修養 脾氣非常好 那個好脾氣媽媽 小孩都在國外念書 然後先生已經過世了 那他剛開始洗腎很害怕 剛好坐在他住在他的隔壁床 你知道洗腎一個禮拜洗三次 每次要四小時 那他就把他我是大姐 就跟他講說要怎麼過一個快樂 健康的那個洗腎人生 哇兩個就變成好朋友 你知道洗完腎之後 他們比如在那邊洗腎 四個小時就在聊天 還聊不夠 洗完腎還約去逛街 去買東西 所以他們兩個後來 我是覺得他們兩個在一起之後 反而那些洗腎的生活變得更愉快 那有一天那個有錢的那個大姐 他跟我說洪醫師 我要跟你告別 那我就說他看起來很健康 他那一陣子在做什麼事 他去買的 買好的塔位 然後把很多的身後事都講好 幾歲 幾歲 那時候差不多七十來歲而已 但是我覺得他整個都很健康 並沒有洗腎 可是他已經有預感 我每次病人只要有這種預感 都是 滿準的 準的 對 都準的 然後他所有事情都都完成了之後 就突然心肌梗塞就過世 當然過世完之後 當然最最難過的是他隔壁床 那個好脾氣的媽媽 難過的 我們都覺得他那陣子會不會度過 其實你會發現他們事實上 那個好脾氣媽媽也有自己的家人 可是真正在一起的那個是 看是誰的關係跟你最好 那個時候是 所以我們講說有很多人事 人事件有蠻多辛苦的事 那人與人之間關心會是是支持你 最後其實很愉快的一件事情 有道理 非常有道理 那劉律師這邊最近有接觸到一個遺囑 遺囑的案子 但是很詭異 其實是那個我覺得 我看完松永哥的例子 我真的是也常常一直在思考 因為我們在當律師這工作 接觸到這種事情實在太多了 甚至都會自己在想說 自己的晚年要怎麼過 那當然有些人的晚年是要跟子女過 你不用擔心 你是律師 晚年不好 你就告人就好了 所以晚年在法院過是不是 天天都跟法官當好朋友 有一天我不來告 他發現他覺得他很失落是這樣 那不是嘛 所以我覺得我們包括觀眾 或每個人都要去思考 那像松永哥 他有一個很好的看護 叫Yuli 照顧他 講白眼就是你有再好的子女 說真的他全部的心力都用來照顧你 我覺得對他也不是很公平 可是如果有一個專業的人照顧你 這是一個好事 很好的好事 可是你是運氣好 遇到一個好的看護 你也可能運氣不好 遇到一個不好的看護 那你是不是應該要在這之前 開始去慎選 怎麼樣子的看護可以照顧你 否則到那個時候 你身體已經不行了 你就是一塊有錢的肥肉 收招作的人 就是怎麼樣把你這塊肥肉吃下來 那你又無能為力 像我想舉例的就是 今天松永哥遇到是一個好看護 那可是我們在律師書所 遇到很多 應該說其實是少數 只是會到律師書所 就是有問題 我們就遇到一個這樣的看護 他跑來找我們 就跟我們說 我的當事人 我這個照顧的老爺爺 需要立遺囑 可不可以請你們幫忙立遺囑 當然可以啊 你把這些他的資料來給我們 早一天我們去找他 跟這個老先生聊一聊 他的財產要怎麼分 但是這個看護左拖右拖 就是不讓我們去見這個老爺爺 然後也不讓我們可以跟這個老爺爺聯絡 那我們就會開始覺得很奇怪 然後我們就後來就問他說 你說這個老爺爺身體不舒服 所以不太方便 可能臥病在床 那需要我們去 我們也可以去 要去跟他談一談 然後他就說生病比較不方便 這樣子常有人接觸打擾他 如果我們需要什麼資訊 都透過這個看護傳達給我們 我們說好啊也沒關係啊 那你告訴我 這個老爺爺究竟財產要怎麼立 他就告訴我們這老爺爺有兩三間房子 也有很多的現金金條都有很多財產 第二個財產怎麼立 財產要給誰 給我這個看護 我們聽了都昏倒了嘛 對不對 這什麼狀況 為什麼會給你 這看護 當然就說我照顧他十幾年了 那這個老先生也跟我很好 我們只差沒有在法律上去辦結婚 登記而已 但是他一直對我很好 我也對他很好 所以我照顧他這麼十多年 因此他決定要將所有的財產都給我 可是我們聽了 當然覺得好 就算有這麼一回事 我也要這個老先生親口告訴我 我才有辦法完成這個遺囑立 然後才能法律程序就這樣 但是他左拖右拖就不行 我說那不然簡單 你不讓我見這個老爺爺 你至少錄個影片 老爺爺有這樣告訴你這個看護 然後傳給我看看 結果有一天他真的也就錄了一個影片 傳給我看 我發現這個老爺爺臥病在床 只能 就是沒有辦法真的表達任何事情 而且我看到那個環境不是太乾淨 就是一個不是很好的環境 所以我心中就更大的疑問 就是說你這個狀況 我我其實某個程度很擔心 老爺爺是被你綁架 講白臉就這樣 我就告訴他真的很抱歉 我看這個老爺爺的精神狀況 他恐怕沒有辦法自己決定 這個看護就更厲害了 律師你不要這樣 不然你那個遺囑 見證費用多少錢 我給你兩倍 你就趕快幫我們完成就好了 這就有問題了 你就給你兩倍 我說你給我十倍我也不會 這法律上沒有得他同意 我弄叫偽造文書 我怎麼可能弄這種事情 兩倍是多少錢 大概五萬塊 我們立即大概兩三萬塊 兩倍就大概五萬塊 我說真的很抱歉 沒有辦法 你給你給我五十萬一百萬 我也沒辦法 因為這就犯法嘛 是 好 所以最後我們就沒有接了 他就去找別人 那他的子女呢 沒有子女 他沒有子女 應該這樣子講啦 有沒有子女 這個看護也不讓我們知道 所以他告訴我們就是沒有 可是我無從查證啊 真的 但是你就 我們就心中一直在想說 這有多危險 如果你老人 你已經沒有辦法去 我現在被看護綁架 我要求救 你沒這能力 甚至他可以威脅你 你不做這件事情 不把財產給我 我就讓你自生自滅 你怎麼辦 光是不讓你見 我覺得這就有問題了 是啊 是啊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人家說久病床前無效值 不過從婚姻來講 其實恐怕也有遇到無情的例子 這個請教洪醫師 說有人跟他生了幾年就離婚了 對 其實洗腎的 腎友真的很辛苦 他們都會是病痛的折磨之外 他們求職也有問題 很多說開始洗腎之後 老闆就開除他了 就沒有工作了 那有一些有男朋友的 有老公的知道他洗腎之後 就離開他 這非常常見 但是也有少部分 我們今天講說 到底是誰陪我走到最後 這個人 但我們當然最希望是 我們另外一半 我們原生家庭 其實才二十年 可是跟另外一半 可能要五十年 六十年 甚至更久 那我們遇到 到底有沒有共患案 我就看過一個 讓我非常感動的一個例子 那是一個紅斑姓郎倉的 一個洗腎的女生 她也是媽媽 其實他們已經有小孩了 三十幾歲 然後那個他 我們講的時候很擔心說 洗腎之後是不是先生不照顧 不是 那個先生 其實平常是有工作的 可是因為那個紅斑姓郎 他除了洗腎之外 他雙腳其實也有困難 還要坐輪椅 我看他老公每次 你知道洗腎一個禮拜要洗三次 他都陪 都會幫他親自搬 開車 搬上搬下 推輪椅 然後還會帶他出去玩 還會推輪椅出去 那洗腎的時候 怕那個老婆會很疼 會 你知道我們洗腎要打針 老婆怕痛 他會在那邊幫他轉移他的注意力 然後他怕老婆洗腎四個小時很無聊 他會拿這個筆電 在那邊打電腦 然後一直陪老婆聊天 我們看到真的有時候那個單身的那些護理師 看到他們兩個這麼感情這麼好 都還會覺得非常非常羨慕 所以這是我看過最棒的一對夫妻 可是後來有一次他他跟我說 那個有一天他跟我說 洪醫師有一件事我非常一樣 我一定要去做一件事 我說什麼事情 他說他跟他先生 從來沒有去國外度過蜜月 所以他要一次蜜月旅行 可是你想想他要洗腎 他要輪椅 其實洗腎是可以出國的 就是說反正你出國 就是在訂個洗腎的位置 就一定要洗腎 可是推輪你又要洗腎是真的蠻辛苦 而且他紅斑性囊倉 最怕的事太操勞 我很怕他出國太操勞 你知道整個疾病會再大爆發 那我跟他 可是他他就跟我說說 這是他最大最大人生的願望 而且他有預感 他又有預感來了 預感病人的預感 他有預感說 他十日無多 我每次都講又來了 這件事 那他就說他說他想要去 那我就寫了個病例栽要 給他帶到那個 他說我出國 但是我不用去太遙遠的地方 但是一定要出國 所以他選香港 香港很近了吧 飛機一會兒就到 那大概在一個禮拜的一個過程 一個禮拜時間 我說那你就去香港 大概訂個三次的 那個洗腎的那個時間 結果那次他真的非常快樂 還沒出國之前 我覺得他整個人快樂的不得了 可是後來出國到快要回來的時候 整個紅斑性狼倉就大爆發 他住到香港的醫院的家戶病房 後來就過世了 可是我覺得 因為他太累了去旅遊 太累了 其實你知道紅斑性狼倉只要太累 會把整個疾病誘發出來 叫自體免疫疾病 可是我也覺得他應該是沒有遺憾 因為他有一個這麼好的一個先生 陪著他度過了一個 最後他是在蜜月旅行當中 而過世了 我就覺得這個是一個 他們的案例 我就覺得是蠻感人的 那也是希望說 如果在照顧盛友的時候 大家要不離不棄 都是 他們不是一個很不好的疾病 他還是可以過一樣的生活 了解 其實旅遊真的蠻累人的 對 很累 那劉律師這邊有個案例是說 陪你到最後的人 可是一直變來變去 對啊 其實我們剛才講到說 要嘛看護照顧你 要嘛家人照顧你 那有的就是家裡的小孩子照顧你 可是我們有時候就會遇到這種 年紀很大 可能都是大兒子在照顧 那等照顧照顧到最後 他這個老人家身體也狀況不好 想說那是不是要做一些準備 例如說立個遺囑 像我們就遇到說 這個老人家 他可能需要去做一些全身性的檢查 那這個全身性的檢查 他擔心說必須要麻醉 什麼做這樣檢查 那可能麻醉會不會就枉生了 所以這大兒子就很擔心說 我照顧這麼久的這個爸爸 那怕會有什麼意外 所以就找我們律師去 先幫爸爸立這個遺囑 那爸爸當然也覺得這個大兒子很孝順 一直照顧 所以大部分財產都留給他 而且當然就是那個財產是價值數十億 非常有錢 那當然我也是第一次去到那種很豪華的 這個這個臺大的VIP病房 去幫他們立這個遺囑 結果立一立以後 也做完這個檢查 也都沒什麼事 事情都平順過 經過半年 我又收到了這個爸爸的電話說 我想要改遺囑 為什麼 因為我大兒子現在對我不理不慘 我發現其實我大兒子一點都不孝順 只是為了我的財產 立完這個遺囑 他知道財產都他的 他就沒有想要照顧我 對我就開始很冷淡 所以這爸爸很難過 他希望找我重新改這個遺囑 好 那我們也就去依照他的指示 你這遺囑財產要給誰 二兒子 我說為什麼要給二兒子 他說現在都我二兒子在照顧我 那我二兒子對我很好 所以我決定把財產都給二兒子 我就跟他講說 你會不會立一立 你二兒子又不理你 他說不會啦 這個我這個從小養到大的 我真的總算看清我大兒子真面目 被他很傷心 那我二兒子其實原來 他也都有來看我 只是因為大兒子在照顧 他們都不讓這些其他小孩 接近 所以我二兒子想孝順也沒機會 我說好好 那我們就立了 這個遺囑 結果再經過兩個月左右 又打來了 他說二兒子也一樣 財產給他就 就不來了 就不來了 所以真的如你講的 還有老三 這次不要讓老三知道 不要讓老三知道還不行 而且他講的這個他就委屈了 這個老三就是因為大兒子 兒子都不照顧他 只剩老三 老三是半哄 半威脅 存我而已 你如果不讓我照顧你 你如果不把這些財產給我 我來照顧你 你以後沒人跟你照顧 存我一個而已 你要不要 變成在劇場談籌碼 那我們心得大家很傷痛 可是對這個老爸來講 身體狀況不好 他也沒得選 他就變成我剛才講的 你是一塊肥肉 而且沒有任何反抗能力 我們也只能幫他立這個遺囑 立完沒兩個禮拜 老爸就過世 我心中還充滿疑問 老爸為什麼會兩個禮拜就過世 對 明明立遺囑人都好好的 我說真的 我們會照顧他的是誰 老三 他遺囑是給老三 老三 那當然老大不知道遺囑 曾經變老二 後來變老三 老二也不知道這個遺囑 後來變老三 所以當然過世以後 就遺產大戰 就訴訟就是打不完 但是我們心中就會一直在看 這個故事 一直在反思說 當你擁有這麼多財富 可是你沒有辦法好好規劃 或保護自己的時候 你就是一塊肥肉 甚至你的生命會不會因此 提早被結束 恐怖 真的是很恐怖 多少財產 幾十億 幾十億 一整棟的大樓 這個是我們心中 就一直有這個遺憾 我有一個朋友 我有一個朋友 然後那個 他因為沒有結婚 年紀跟我差不多 沒有結婚 然後他爸爸這個晚年的時候 好長一段時間都是他在照顧 那當然是身體不好 然後行動不方便 你不要以為你的兄弟姐妹 受很高的教育 然後在社會有非常有名望 對不對 職業 然後對待自己的父母家人 就一定是怎麼樣 不錯 從頭到尾都是我這個朋友在照顧 然後他們頂多一個月來看他一下 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這樣離開了 也不照顧 後來這個到醫院去 或是到哪裡去幹什麼 都是我這個朋友 他不是只有一個人嗎 一個人溜溜這樣 後來爸爸跟醫師講的一樣 他會有預感說 我自己好像差不多快要走了 有一天叫他臉頭警 為什麼 把他索 突然間出示一大堆的證件 連繼承車費 就是要送他去醫院的那個 繼承車費的收據 然後包括所有的醫院的 那個醫藥費的單據 然後有包括 就是自己找律師來做的那個遺囑 所有東西攤出來 我在台北市的幾棟房子都給你 我在台北市的幾棟房子 你想想看 幾棟房子都給你 然後你的兄弟一定會出來跟你爭 你知道嗎 所以現在開始幫我錄影 就是我現在爸爸要講話 你知道嗎 開始錄影 找個律師來 然後錄影 見證 我現在為什麼這樣做 果然走了以後就來了 怎麼可能 台北市一間房子 現在要多少呢 他有好幾棟全部給他 然後他就在律師的見證下 把爸爸給他所有東西全部攤出來 我告訴你 他的兄弟姐妹 都是社會非常有名望的人 而且賺很多錢 很有名望 但是還是一樣不照顧爸爸 所以千萬不要以為說 不要以為說我們社會這樣 有頭有臉 像人母人六的 他就對父母就一定是這樣 不是 不是 不是我們想像中這樣子 不然現在人家說 子女兒搖死亡 搖死亡 繼續 好 那靈靈這邊 最近常常去幫助街友 有聽到一個街友的故事 讓你印象很深刻 對 這個街友他是這樣 他是一個男士 那他 因為現在也是疾病纏身 那他就是年輕而又問他 好 這個故事我們等一下繼續說 好不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來 靈靈請說 對 這個街友他年輕的時候 是做水泥工 那然後娶了老婆 兩個人 就開始慢慢包工程 包工程 包工程就開始賺了很多錢 那很多男人是這樣 一旦功成名就之後 就開始在外面有小三 小四 那時候太太生了 當了知名的律師算不算公成名就 應該差不多囉 當了知名 高風險 當了明醫之後算不算公成名就 各位都是公成名就 好嗎 不是 我是說你這樣子會打翻一船人 有些時候剛剛講有些男人 公成名就之後就開始小三小四這樣 那然後就開始就夜不歸隱 那太太就在家帶個三個小孩 年幼的小孩就每天要等丈夫回來 丈夫就不回來 然後也曾經到小三那邊去鬧過 然後這個先生在外面有了小三之後 然後就跟太太講 他說我要跟你離婚 你如果不跟我離婚的話 我的錢就不給你 我也不給你小孩的生活費 什麼那些的 那你自己想辦法 你跟我離婚的話 我再給你生活費 這樣來威脅太太 因為他那時候後來真的 那太太就不願意 可是真的這個男的 就不給這個太太錢 這太太帶個三個年幼的孩子 跑到小三家樓下去等 等他們回來 然後要錢 做到這種程度 對 因為你就是不給我錢 那我要帶三個小孩 我怎麼去工作呢 對 然後呢 就他就最後沒有辦法 那在孩子年幼的時候 就是離了婚 離了婚之後 當然也拿了一點錢 就開始這邊 太太這邊 就開始照顧三個小孩 三個小孩從小就知道 因為親眼目睹 這個爸爸是怎麼樣對待這個媽媽 怎麼樣的拋妻棄子 好了 這個丈夫呢 就去跟那個小三 小四小五就開始風流快活 風流快活到最後 因為給人家作寶 所有的錢通通沒有了 沒有之後 這時候才想到我那前妻 可是呢 前妻也早就因病過世了 那三個小孩總可以吧 好 他去找老大要錢 老大說我也沒錢 我現在也在辛苦過日子 沒辦法 找老二說那我去跟你住吧 沒辦法 我現在也在租房子 我們家很小 沒辦法讓你住 老三總可以吧 你不是 你雖然還在念書 有助學貸款嘛 那你這個貸款 可不可以給爸爸用一下 周轉一下 我現在沒有錢嘛 不行 沒有 我自己也沒辦法 就三個小孩 基本上真的也還在 也在年夜還在打拼 再一點 這個爸爸這樣對他們 他們怎麼可能讓這個爸爸 再接受這個爸爸 那當然這個爸爸 你沒有錢了 那當然所有的小三小四小五 通通也都不見了 不見到最後三個孩子 也都不願意收留他 不願意理他 所以他就變成街友 那街友現在我們去探望的時候 他其實基本上已經 也是挨沒了 那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在臺北山 看到晚上都一大圈的街友 都睡在邊邊 那其實他們有時候 會有 就是好像大家都是同視天涯 淪落人 就大家彼此就互相 好像就叫狗血 有人來發放物資的時候 譬如說他不在 他這個床空的 你幫他留一份東西 後來這個街友他就講說 他真的彎彎沒有想到 前半生風流快活 到最後竟然是流落街頭 而是這些陌生的這樣的街友來照顧他 好 那這個劉律師要補充 對 鄭大哥其實剛才也就是都聊到 那個陪到最後 那我剛才講了幾個 有的是看護來照顧 有的是子女照顧 還有一種叫紅粉知己來照顧 那這種其實我們在報紙上也都看到 那我也就真的親身見證 有一些企業家 一些有錢人 他到晚年的時候 因為本身自己是很霸氣的人 講的就是我說了算就對了 所以他的子女也不喜歡 跟這個爸爸相處 那這個爸爸怎麼辦 子女也都想說 我幫你找一個看護來嘛 所以找一個看護來 最後這個看護 年輕貌美變成紅粉知己 那這種狀況 那我們心中 當然會想說 你們這些子女 不就要小心這個人嗎 這個女生就是引狼入室 可是這些子女反過來說 能擺平爸爸 不要影響 不要說爸爸 已經都退休了 還來這邊對我這些子女 指指點點命令 我做什麼就好 所以就放任這個所謂的紅粉知己 結果沒想到這個紅粉知己 最後也一樣 爸爸就是那塊肥肉 我們就遇到這個紅粉知己 來找我們 然後給我們很多的紙條 這紙條是什麼 這個爸爸同意要給他兩百萬 這個爸爸同意要給他三百萬 我說為什麼會有這個爸爸寫這個紙條 給你當看護 怎麼要給你這麼 他說我就有跟這個爸爸談 例如說晚上 今天晚上要這樣這樣這樣 然後他就 我就跟他講說要多少錢 他願意所以就簽紙條 所以就變成有一堆這種爸爸同意 要給多少 像紙條幾張 上百張 因為照顧了很多年 但重點是 一半都兩百萬 我告訴你 一開始都是從幾萬塊 幾十萬到幾百萬 講白一點到最後就是 你買多少 我都寫給你 八十幾歲 當然不見了 每次都一定有發生完關係